我們這堂課上的是 Peripheral Vascular 跟Aldic Disease 那這個所謂Peripheral 說法其實本身就是有點 好像以心臟科為中心的這種概念在講 那什麼是Peripheral 理論上心臟之外好像都被定義是Peripheral Vascular Disease 那不過anyway 這個基本的概念當然指的就是說 以我們Cronary Artery之外 其他的血管常常廣泛的都被用這個Terminal 不過真正說我們臨床常常會遇到的 那麼或者被狹義定義的 像這個Peripheral Artery Disease指的 常常就是下肢血管的問題 那因為其實當然這裡面涵蓋的Desease很廣泛 那我們不可能一一去談這些東西 那我想談的就是說 臨床最常見的這些毛病 那第一個就是所謂PALD Peripheral Artery Occlusive Disease 那結果上它大概就是 所謂Astrosclerosis的一個臨床表徵 你們上過這個周狀動蠻硬化吧? 上過了嗎? 那這個周狀動蠻硬化當然可以發生在全身各處的血管 那麼如果發生在下肢血管 那就出現臨床這種所謂PALD的毛病 那當然常常這些病人呢 它是很多危險因子造成的 所以可能不只是Peripheral Artery 其他Coronary Artery 這個Brain這些可能都常常同時受影響 那這個所謂Astrosclerosis 大概是差不多12%左右 其實男女受影響的比例是這個差不多的 那其實Peripheral Artery Disease 你想啊就是下肢的血管有問題 好像不是特別會很要命的 或事實上這個臨床的這個流行病學的統計知道說 這些病人呢雖然好像他的臨床表證是在這個下肢血管 可是事實上他發生這個Ischemic Stroke啊 發生這個心肌梗塞 甚至於是這個死亡啊 這些心血管疾病造成死亡的這個機率呢 跟有剛剛談的這些腦血管心血管疾病的病人呢 其實是相近的 那麼如果這個周邊血管的這個疾病的嚴重程度 越厲害的話呢 那麼他這個同時發生這個心肌梗塞啊 發生缺血性腦中風啊 或者因為這個心血管 腦血管疾病死亡的這個比例呢 就隨著升高 那我們常常用一個指數 所謂AB Index 我們就等一下會跟大家談 那如果這個指數 越低 那表示這個Desease越嚴重 那麼指數如果越高 這個表示說是越接近正常的 如果這個指數越低 也就是疾病越嚴重的話呢 我們可以Predict說啊 他發生Cardial Vascular Event 不只是指下肢血管 那可能腦血管 心血管發生問題的這個比例都會升高 所以我們可以看一下 如果以這個臨床有中間血管疾病的人呢 他可能臨床 正常的人 或者是有些疾病 但沒有症狀的 症狀的病人呢 或者是 比起症狀的病人呢 然後或者是 比起這個很厲害的這個症狀的這些病人呢 這些Curve你可以看喔 大概他的 隨著時間經過 他的存活的狀況 即便越嚴重的話 存活的這個時間越短喔 所以可能在十年 你看這個 你想像周邊血管好像就是腳的問題 好像理論上不應該是對存活有這麼大的影響 可是事實上我剛剛談的 這基本上常常就是全身周狀動慢運化的一個表徵喔 所以他還是很嚴重的跟明顯的跟這個存活是相關的 那剛剛談過喔 他是周狀動慢運化的表徵 所以呢 同樣周狀動慢運化會發生 他是一個所謂multi-factorial disease 多陰性的這個疾病 所以呢 同樣的PLD 他的成因一定也是這個所謂multi-factorial 那所以呢 跟Atherosclerosis一樣 年紀越大 你們有smoking 有diabetic dipidemia hypertension 這些 嗯 都是可能 比較容易造成這個 peripheral artery disease的這個 risk factor 那麼當然各自的 在不同的 比如說腦血管 心血管 這些發生 周狀動慢運化 導致 臨床有毛病的 這些 risk factor呢 是互相互通的 但是可能在不同的vascular bed呢 他的 各自的 加權指數不太一樣 比如說這個preferatory disease smoking 常常就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那 這個 所以呢 如果是有這些preferatory disease的病人呢 我們理論上呢 都應該做 所謂secondary prevention 來預防這些 包括腦血管 性血管 或者直接是下肢動脈的這些毛病 當然包括了 很積極的 這個lifestyle modification 那麼給他這個 呃 抗血小板的這個藥物 那 周邊疾病會發生 會有什麼症狀 你們上過心血管的 呃 就抗壓群disease嗎 啊 上過 所以 如果有抗壓群disease 臨床會出現什麼症狀 可能有什麼 臨床的presentation 臨床表症 那心腳痛嘛 對不對 那如果 更厲害 可能會出現 所謂不穩定心腳痛嘛 甚至於是更厲害的時候 會發生所謂心肌梗塞嘛 或者死亡 死亡就不用說了 那其實 這些 概念跟 這個周邊血管的 這個概念 或者甚至於是跟腦血管的 概念上其實 都有一些互通的地方 那麼 呃 他們就是因為這個血管 阻塞 呃 或者狹窄 如果狹窄到一定程度呢 當你要供應的這個 器官的這個血流 不足夠使用的時候呢 他就可能開始出現這些 呃 缺氧的狀況 那在很多的器官 出現缺氧的時候呢 他可能出現的是疼痛 大概在腦部 他可能不是疼痛 不過在肌肉的感覺 像 周邊血管是供應這個 下肢 呃 這個你這個大腿小腿啊 大的這個肌肉塊的這些 呃 血液供應 那心血管當然是供應心臟的 這個肌肉 那所以呢 當 呃 這些肌肉呢 發生缺氧的時候呢 常常感覺就是疼痛 那 當你越 需要更多血流 它越不夠的時候 這疼痛的症狀就越明顯 所以在心臟 那麼常常我們講的 欸 心腳痛 穩定性心腳痛 就是說啊 平常可能沒有覺得不舒服 可是活動 活動增加的時候呢 心臟需要更多血流 那血流不夠的時候呢 就出現這個 腳痛的這個狀況 同樣的在下肢也是一樣 當你需要走路劇烈的活動的時候呢 你其實需要更多的這個血流 平常走路可能還好 跑步的時候就可能 比較吃力 或者走得很遠一點 那你就可能出現這些所謂 痰痛的症狀 那這個字眼呢 事實上就是所謂 間歇性薄型 主要就是因為走路的時候呢 會疼痛的造成這個 薄型的症狀就是 那這個就跟Stable Entina的症狀是相像的 那如果說缺氧更厲害 甚至於你在沒做什麼的時候 休息的時間 肌肉沒有特別需要活動的時候呢 它還是 這個血流供應不夠 那就可能在Resting的時候都產生Pain 那這個在心血管疾病 這就是像是所謂Unstable Entina 休息的時間 你也可能出現症狀 更厲害的時候呢 你可能這個連維持組織存活的這個 血流都不夠 就開始出現組織的壞死啦 這個表皮可能開始出現 潰瘍的狀況 甚至於是有這個Gangry 這個壞死的這些反應出現 那在這個心臟當然厲害的時候 就是所謂心肌梗塞 所以基本上這些概念是一致的 我們剛剛談的 臨床可能會出現所謂Cloudication 就是所謂薄型的 這是拉丁文的 那當然主要就是說 在走路的時候 我們剛剛談的概念 打耳不走 休息的時候 肌肉不太用力 可能血流是夠 但走路的時候 血流不夠 就出現疼痛 那這個疼痛的感覺呢 是其實是像抽筋的感覺 那麼好像緊緊的這個感覺 那可能是發生在小腿肚 那也可能是發生在大腿 那當然這個就跟你 你如果血管有問題 出現的這個level是在哪裡 是有關係的 比如說你如果血管 從LT一路往下 然後那麼這個 阻塞位置實在很高 比如說在我們這個 陰涅肌去就出現問題了 那當然整個 下肢從大腿到小腿 血流供應都出問題 所以呢 你走路的時候有症狀 可以是在大腿 也可以是在小腿 但如果出問題的是在更低的level 是在這個膝蓋附近 我們這個femulatory往下分支的地方 那當然它可能就是這個小腿的部分受影響最大 不過這個其實有一個需要稍微釐清的這個想法 就是說其實這個血管就像這個河流一樣 其實你是一路往下這個或者像樹一樣 你是從月上面一直往下分支的 所以一般來講如果上面受了影響 你當然可能上下肢都 都不是上下肢保險 這個大腿小腿都受影響 那可是呢 如果你是在一個分支 一個樹枝受影響 那當然可能就只有小腿 可是大概很難說 不太可能發生一個情況說 這個我大腿受影響了 小腿不受影響 也就是說這個樹枝 你如果大腿要受影響 一定是在更近端的地方 那一旦近端受影響 遠端就受影響 所以如果有一個疼痛說 好像下肢怎麼樣都不太會 小腿怎麼樣都不太疼痛 那麼上肢走路的時候疼痛很厲害 這個我所謂大腿的部分 那這個相對的這個機會是少的 那這些病人呢 走路的時候會痛 一旦休息的時候 大概這個症狀很快就會緩解 站著一段時間之後很快就會緩解 那剛剛談的 如果他更厲害的時候呢 這個連休息的時候 組織的養分供應都不夠 那就會發生所謂組織壞死 這個皮膚開始有痘症 然後下面黑黑的 有這些壞死 Gangering的這些情況出現 那當然這個以大症狀 嚴重程度可以有一些這個量化的分類 有這個Fountain的分類 我想這個我不細講 就是把剛剛的概念 依照這個嚴重程度去做 數字量化的這個分類 那另外有一個常用的這個分類系統 嚴重程度的這個classification 就是所謂這個羅斯福 這個classification 概念上都相近的 但是這個數字上 這個grading的這個數字 用的是不太一樣的 那講了這麼多 那如果這個臨床真的有這樣病人 你怎麼樣去去評估 當然這個病人來 他不會跟你講 會啦會啦 我在台灣很多病人都跟你講說 我腳這個血管有問題 可是其實常常是他很主觀 自己的認知 未必真的是有這樣的問題 那但是 所以在這過程裡面呢 其實就回到我們內科很重要的 這個所謂history taking 你要有本事 從他的history裡面去問出一些端倪來 那剛剛談的 其實病人會有什麼症狀 就是剛剛談的那些 那些 那些 臨床的這個可能走路 間歇性剖形 甚至於出現這個傷口啦 可是 傷口 是不是就是這個 周邊血管的疾病造成的 或者 它只是 這個受傷傷口 這個就是我們要去 去 做間別診斷的地方 當然有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說這個 下肢血管的這些毛病呢 基本上常是全身性的 這個周狀動脈 硬化的一個表現 所以呢 如果 你的面對的一個病人 是有很多的危險因子 共同存在的 或者是一些病人 是你知道說 他腦血管 心血管有問題的 其實你當然就要提高 你自己篩檢病人的這些 這些 摔球 就是說 你要更 更 敏感的去 去考慮這些病人 可能有這樣的問題 那麼主動去 詢問有沒有這些症狀 那當然 病人剛剛談的 不管是 薄形啊 這些 或者是有傷口 我們大概就要評估一下說 這個到底是有多急性 是很久的時間慢慢來的呢 或者說是 這個 本來很好 忽然間發生 再來一個 嚴重程度 如果是 這個 所謂Cloudication 我們大概看看說 他走了多久 那開始會出現這個症狀 大家看 剛剛那些Cloudification 他有講 200米以內 200米以上 作為這個 嚴重程度的分類 那當然 這個走路的收入會有疼痛 那其實 也很多 其他的這個 脊椎的毛病 都有可能 出現 那麼 如果是這個 Intermediate Cloudication 我們剛才談 當病人走路的時候 通通來休息的時候 應該幾分鐘之內會緩解 那如果不是這個情況 那恐慌你要想 是不是其他的 這個神經啊 脊椎的毛病來了 那當然要做理學檢查 我們要看看 最簡單的 你說 血管狀況好不好 就回來想看看 血管這些功用是什麼 那當然就是要去供應 這個組織的血流 所以呢 要有足夠的壓力 足夠的這個 這個壓力 能夠把這個血流輸送 所以 理論上它要有 可以摸得 可以摸得 麥搏應該是要好的 所以你要可以從上到下 各個地方去找這個 一路下來動脈 應該摸得到麥搏的地方 去看看麥搏的這個 quality好不好 甚至於會不會完全都摸不到 那另外這些血流 如果功用是足夠的話呢 那麼理論上我們可能 除非說這病人現在是很緊張啊 或者說現在真的環境很冷啊 否則的話 它應該不會是 不會是冷的 那麼 這個不會是配偶的 應該像我們的這個指尖 都是 這個腳趾頭指尖 你如果看大家都是紅紅的 你壓下去可能 這個紅紅的 這個血暫時被排開 很快它就又再紅了 血液在回田 它就紅了 那如果說 血流功益真的很差的時候 你身體壓了之後 它就 白白的 那大半天都不會 這個恢復這個紅潤的情況 那麼 尤其是當你把腳抬高的時候 這個 血液要更 送到遠端 要更 這個against 我們這個地勤引力的情況 那大家看看有沒有奧手 那 有一些客觀的方式 就是評估這個所謂 Ankle Brachial Index AV Index 好 當然 我們剛剛談 也有些時候會是急性 這個血管 中方痛慢音化之外 忽然間 比如說是有血栓塞住了 或者說其他來的血栓把那個 某個部位塞住 那也會有一些 是急性的這個表徵 那當然這個 會有一些 臨床的方式去評估這個急性表徵 去做一些分類 好 那 如果你覺得說這病人看起來應該是 從臨床症狀上看是一個 中邊血管的毛病的話呢 我們可能會做一些實驗室的這個檢測 來幫忙診斷 或者是來幫忙 評估它的這個嚴重程度 那我們常用的 一個簡單的 其實就是只要有一個簡單的系統可以量血壓 那麼我們就可以得到一個所謂Ankle Brachial Index 那麼另外一個就是一個超音波 超音波可以從影像 從這個Doppler的方式去看血管的這個影像 看血管好不好 有沒有狹窄的情況 那麼用Doppler去偵測血流 看看這個血流的形式是不是有不好 一個很通暢的血流 它該有的形式跟一個血管阻塞 血流很慢的這個形式當然是不一樣 那當然可以用比較複雜的用MRA 或者是用這個CT Angel 那或者甚至直接用導管的方式去打血影劑 那這個是重要的 這個如何去Mensure 我們剛剛講的所謂AB Index 這個主要呢 我們就是測量量手 量手的arm 就像一般量血壓的情況 去得到一個上肢的這個血流的壓力 那我們選擇比較高的那一邊 作為我們的基準 那麼然後呢 同時去測量下肢 下肢呢 我們量的是最終點 這個腳的附近 那腳的附近我們可以在 像這個地方 有個這個 這個Posterior Dibia Artery的這個脈搏 那我們也可以在那個地方同樣量量到壓力 那麼前面有一個所謂Dorsal Padris 另外一條血管 那麼這個地方同樣可以量到 測量到它的壓力 那 我們呢 就是拿 手 當然我們左腳歸左腳的Index 右腳歸右腳Index 當然因為這各自的條件不同 然後當然是分開來算 就是把這邊的壓力呢 量了兩個之後 剛剛講Dorsal Padris 還有Posterior Dibia 量了之後選一個比較高的那邊的那個數值 然後除以兩手比較高的那個數值 那就作為這個腳的A-B Index 那麼這個概念是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得到這樣子的這個 這個 要這樣子去 估算 去得到說 評估這個血管 功能的好壞 最簡單的就是說 我們為什麼要用手的壓力來做分母 來出 得到這個數值 就是 呃 女生有沒有人自己量過自己的血壓 沒有 點頭 多少 你的血壓大概多少 Sysonic Pressure 對 大概多少 OK所以 這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嘛 然後 但其實普遍女生的腸胃都比較低 80幾 90幾的這很普遍 那 這個 這個 甚至於水的時間是不同 它也可能因為血管收縮啦 種種條件 這個 這個 neurohormone的影響 它可能會 改變 那所以呢 我們 如果 一個 這個 我們剛剛簡單講 概念上就是說 如果這個血管越不好 那麼 就好像你把這個水管呢 這個 它有水珠出來 你在某一個地方捏起來了 然後它的上端壓力可能高 但是過了這個 你捏住的這個地方呢 因為血 血下不去 所以它的壓力就是低的 所以呢 這個捏住的地方就很像我們這個 有疾病 血管下載的地方 那麼所以 如果 如果 這個疾病越厲害 這個 你把血管捏得越緊 那麼這個 下面的血流 越低 壓力就越低 所以我們也就是用這個概念 要來測量這個東西 那剛剛談的 要處理手的這個 這個 壓力呢 就是因為 其實 每個人 標準值是不一樣的 有人正常的常態的時候 他可能這個 收縮壓力也就只有80 90 可是也有人是140 所以一個人 他正常的壓力如果是140 但是他下肢的壓力可能還可以量到90 但是一個人正常的壓力如果是有80 他的下肢的壓力可能再好也是80 所以我們不能拿一個絕對值來測量 這個血管功能好不好 所以要得到 要找一個分母 那你 可能也可以 argue說 那 剛剛不是講 這是全身性的這個血管硬化 會不會手的血管也有問題 那你 你怎麼知道 可以拿這個來當分母 這當然沒錯 不過事實上 有趣的是 所以我們同樣是上肢下肢都是四肢 可是這個 這個肢體呢 它造 發生這個血管 硬化發生有問題的 就是 比例就是很不一樣 大家如果去新陳代謝科病房 常常看到有所謂dm foot 有截肢 這個血管 腳亂掉 不過你們大概沒有聽過誰是dm hand 這個是有趣的事情 但是目前我們不知道是為什麼 那 不過就是可以拿這個來做一個校正的分母 那剛剛 剛剛 談了說 那量這個地方 那你知道為什麼不量上面量這個地方 這個概念就是像剛剛 因為這是一個數 從這個地方開始 如果這個地方出問題 那越往下 就是越糟糕 如果這 問題出在這裡 那上面這裡沒有問題 你量這裡的話 你很難評估整個好壞 那當然我們找最遠端的去評估它可能 最糟大概是什麼狀況 那當然 那 剛剛講了 下次這裡量了兩個地方的這個壓力 Posc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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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膝蓋這邊 後面這個 Poscia Poscia 這邊 之後 這個血管事實上分了三條 那 有兩條 我們是容易量得到壓力 那有一條 其實我們是不容易從T表這樣去測量壓力 那可以量得到這兩條呢 我們知道這三條裡面其實很多病人 如果它有一條是夠好的 它常常就可以 因為很多這個血管的往下是互相相通的 可以互相的來供應 所以如果有一條夠好 那常常是可以維持一定的這個血流供應 所以呢 我們在這裡面 如果說我們可以量到兩條 其中有一條是不錯的 那麼看起來可能問題就沒這麼大 所以我們找好一點的 如果兩條都很糟 你怎麼找都很低 你就得到一個很低的這個 這個 所謂AB index 那 這個index的高低怎麼樣呢 其實 正 正常的這個index 大概是差不多在0.9以上 那麼 如果呢 這個病人呢 臨床症狀是 剛剛講的間歇性薄型 也就是說有狹窄到一定程度 但是下肢的血流供應還 在resting的時候還可以的時候 大部分我們會量到一個index 大概差不多0.5到0.8 那當然有些寫0.4 0.9 這各家這個數字上是有一些差異 那如果是0.4以下呢 常常就是很糟的 這個可能會出現所謂critical limb ischemia 我們剛剛講的這個 racing的時候會痛啊 或者說是根本組織壞死的情況 那 如果說這個病人 你已經看到它有ouser 組織壞死的這個情況已經出現 那你量這個 它的pressure呢 甚至於是只有55個mine的mine mine的mine 以下 常常我們就預期說 哇這個是很糟的 這傷口 甚至於你怎麼照顧它 可能都好不了 那剛剛 那個是當然是一個 比較簡單的 我們可以用這個病房 常常有這個doubler 去聽 那麼去用壓力去測量 得到壓力去評估 那當然我們可以用影像 我們剛剛講的這個doubler 超音波的模式 我們可以上面呢 看到血管的這個影像 當然這超音波影像 always不是解析度很好的 但是我們可以 非清洗性 也簡單的可以得到影像 那如果正常的時候 我們用doubler去看 這個血流 它的 這個是所謂lamine flow 所以這個血流的形態 會是像這樣 很sharp的curve 那這個中間是空的這個情況 只有周邊的一條線 這個沒有空 大家可能看看 從超音波 有上過超音波的課吧 去回顧一下 這個正常 如果血流的形態 是什麼樣子 那如果 這個上端有阻塞 你在下端量它 血流的這個doubler的形態的時候 就會看到說 流速呢其實是 不一樣的 第一個這邊會變得 裡面會有一些填滿 因為它是 turbine flow 所以flow的速度 flow的這個velocity 是 就是 在整個 你測量的地方 可能是 每一點都不太一樣 所以你可以 在同一個時間點 測到不同樣的 這個血流速度 那本來 正常它是會 像這樣很sharp biphasic 或者甚至於triphasic 上下上 這樣 但是如果 這個血管有問題 你量到的 常常就是一個 比較damp 這個 或者是monophysic 這樣的 單向 沒有再有上下起伏的 這個 形態 那麼 當然可以做MRA 不過這種情況 當然MRA也是 第一個是貴的 然後 那麼 當然要安排 是 相對 花時間 花錢的 所以常常是保留 說 給病人說 要做決定 是不是要進一步 做什麼導管的治療 或是開刀的治療 我們要清楚 stop anatomy的時候 來用 當然大家看 這個Alda往下 一列個 到這個下面 有這個 Femoral Femoral Artery Superficial Femoral Artery 在這個地方 Superficial Sorry 這個病人 事實上 這個 Superficial Femoral Artery 正常是應該在這裡 往下 這樣下來 事實上這個地方 是完全塞住了 所以我們在MRA 看到一段 那事實上 這是所謂的 Deep Femoral Artery 那這個塞住了 在我們身體的 這個 代償的基準 常常就從這裡 有一些側肢循環 所以你看 小血管下來 供應這個地方 那這個 就是我們剛剛談的 Publetio 再往下 有這個 分了三支 Purseal tibia Ngibia Tibia 跟這個 Penum 這幾個 血管 那這個是我們 就直接 打血印記 這當然就是一個 清洗性的 這個檢查方式 這個基本上常常就是 為了 決定說用心導管 種種方式去打開這個血管的時候 我們就會這樣去做 那 好 那 檢查完到底要怎麼治療 大概 我們 不可能詳細去講 那當然 剛剛講的一些 Risk Factor 該控制的就要控制 叫病人不要抽菸 當然 理論上 我們希望說不抽菸 就可以有更大的進步 不過 從治療上看起來 不抽菸大概是 可能減緩 疾病 惡化 但是要讓它大幅恢復其實困難 那 那 這個 Lipid高 就要嚴格的控制 那我們 我們希望 LDL控制在100以下 那 Tri-Glycerin 控制在150以下 那麼 如果可以的話 當然是 給病人用這個 Stalin的藥物 來降低這個 Clycerin 那有Story 可以看到 如果你 用這個 用一個Stalin 一個叫做Lipid 叫做Lipid AtovaStalin 這是一個降膽固醇的藥物 來 給病人 治療 那麼 看看 他治療之後呢 這個可以 走得 走得比較遠 而不會覺得疼痛 來評估這個 這個作用如何 可以看到 如果 這個是 呃 是這個Placebo 安慰劑的 那這兩個是吃了不同劑量 我們可以看到 經過 呃 隨著時間吃了要吃比較久之後 呃 看起來 這個病人 走路的這個耐受度 是有改善的 那 呃 糖尿病當然也需要治療 不過其實 比較讓人失望 就是說 其實糖尿病是 呃 嚴格的控制血糖 是對這個Microvascular的影響 很小血管 呃 微小血管的這個 這個 呃 發生問題的 這個方面是有效的 但是對於像 周邊血管 相對在 呃 比較大的部分是沒有什麼 呃 有效的這個反應 不過當然我們還是強調 是應該盡量好好來控制這個血糖 呃 那麼 至於血壓的控制 對於這個 呃 這個毛病 它雖然是個Risk Factor 但是我們控制它 是不是一旦發病了 是不是真的能有很大的幫忙 這就很難說 那 呃 這個過去呢 因為這個Bana Block 在我 呃 這些病人裡面常常同時 因為有心血管的問題 所以 這些病人呢 如果有心血管毛病 吃Bana Block 是一個典型的治療 那因為Bana Block 本身呢 呃 這個呃 藥理生理作用上 認為是有可能有一些血管收縮的這個 呃 作用 所以 呃 如果有座邊血管呢 已經有問題了 你現在又再 這樣血管收縮 但問題可能更糟 所以這個 呃 這個常常 呃 可能你們也會被被被在病房來 告誡的時候 哎呀 這個如果有座邊疾病 是不是要小心用這個藥物 那這個概念是很久了 不過事實上 那 雖然血理上是這樣 它是不是真的有影響 從這些比較大的這個 呃 Meta Analysis 的結果來看 事實上 呃 並沒有真正有什麼很明確的影響 所以 當然可以用 只要小心觀察看看病人 是不是真的 有出現 呃 吃了藥有受影響 那 剛剛談的 呃 這些血管 呃 症狀病患化的這些毛病呢 因為它常常是Associate 會有Srambosis 所以 對這些人呢 這些Anti-Preder的治療 幾乎就是一個典型的這個 這個治療 那 那有一些 呃 Stanley說 呃 看起來可能 這個這個 用Aspirin 對這些毛病是有效 但是其實FDA的這個 大規模的分析 看起來好像 呃 對這個真正 用Aspirin 對這個周邊疾病的這個 幫忙是 並不明顯 不過呢 因為這些人剛剛談的 他其實 有很高的機會是會造成 同時發生心肌梗塞 發生腦中風 所以這些 基本上是一個典型的 呃 治療 所以說 對這個 喂喂 喂 我在給學生上課 抱歉 我不方便 對可能這個 十點以後 好嗎 抱歉 這就是臨床意思 一個 一個 OK 那麼 所以 因為對於這個 這個Aspirin是典型 對於這個腦腺血管 新血管疾病 預防的一個用藥 所以大部分的 我們還是建議使用 那這個 剛剛講這個 Ticlobidin 這個是一個舊的藥 我想我們知不知道 大概不是太重要 另外一個 這個 Enterprated藥物 Clobibro 這個藥物呢 大概在 同學社裡 它也對於這個 看起來 對於這個 有周邊血管疾病的病人 使用之後呢 有它的好處 這好處 不一定直接是在周邊血管的 但是整體它可以減少 這個發生心肌梗塞 發生腦中風的這些 這個 這個 這個機會 那 OK 那另外呢 可能你想要血管狹窄 那我們是不是用這個 血管擴張藥物有幫忙 事實上 看起來 大部分 並沒有 evidence說 用這些藥物能夠有什麼幫忙 那 在 過去曾經有一段時間 有一個藥物 Pentoxifen 這個 FTA甚至有proof 它 這個 周邊血管 這個indication 不過事實上如果 很多的這個 資料分析來看 事實上好像真的沒有什麼 太大用處 那so far 可能 可能被proof說 至少這個 目前還沒有被推翻的 可能 對這個症狀上 這個所謂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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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症狀 就是 這個 這就是這個藥物 Ceal-starsal這個藥物 另外一個 Curve 是所謂Pentoxifenin 原先認為有效藥物 那你可以看 另外一個是對照組 所以 我们给病人吃了药之后 时间经过呢 它走路的耐受度呢 只有这个curve是改善的 这个最上面的 其他的Pentoxpherin跟 抱歉 跟对照组来比较 只有这个是改善的 这个Pentoxpherin是跟对照组 基本上这两个curve 基本上都是重叠的 那Seal-Sensile 他的这个Meghanism 基本上其实并不是很清楚 然后它这个药理作用上呢 它是就是所谓的 Phasphyl-Dieterase Inhibitin 这个Type-3 Inhibitin 那这类的药物呢 过去同样的这个药理作用呢 也被也有一个药物 这个叫做Murino这个药物 同样的这个药理的分类 那当时这个药被设定 拿来做Hart failure的治疗 后来发现说 反而可能增加病人的死亡率 所以因为这个是同一类的这个药物 所以也特别被强调说 如果真的有Hart failure病人 你用这些药物呢 虽然说法还没看到什么影响 不过可能要小心观察就是 那另外一个PG-E1 这个是对于这个这个Clinical name ischemia的病人 可能会有一些帮助 那另外呢可以让病人 在Undersupervised之下去training 做exercise 那这个可以看到exercise 在有人教导指挥之下去做这个exercise 也是可以改善这个症状 那当然如果这个情况很厉害 那大概就是要考虑说 所谓reversalization 把这个血管再打通 一段血流可以改善 那两种 两个模式 一个导管的模式 用气球去做扩张 甚至于放支架 另外一个就是searchical bypass 请外科医师做这个绕道的治疗 好 那么 领导你最后会遇到的 可能这个百分之六十七十 就是刚刚讲的这个 所谓周边血管的疾病 那另外一个在静脉系统 常常遇到的就是所谓 Depent thrombosis 那么 这个 通过有趣的 这个周边的这个静脉 我们也常常遇到说 所谓 大家听过这个所谓 深部静脉 酸塞 Depent thrombosis 可是呢 很有趣 就很少听到说是上肢的这个 Depent thrombosis 那么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毛病 那病理 生理上 我们认为说 还有可能几个重要的factor 事实上动脉的血流是很快 流速是很快 那静脉的血流流速 其实是非常慢的 以我们下肢的这个静脉而言 你如果静静坐着的时候 它从这个下肢慢慢回流 回到这个下降静脉 回到心脏 其实这个流速是非常缓慢 因为这个压力是低的 压力差是很小的 那所以常常我们呢 如果要让这个血流更改善更好呢 其实走路是一个很有很有效的这个一个方式 那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静脉呢 基本上就是走在这个肌肉层中间 那当你在走路的时候 肌肉收缩 就会一直挤压这个这个静脉 好像一个pump一样 让这个静脉呢 可以回流速度比较增加 流量比较增加 那当然如果你长时间卧床 或者有人开刀 不能下床走路 很长的时间这个下肢的这个静脉血流呢 是处在一个比较stasis的情况 那就容易发生这个血栓 这个概念上血流很慢的时候呢 就是容易发生这个correlation 容易发生酸脏 那另外一个 就是说我们这个血管呢 这个血液在血管里面流动呢 其实血管有一个很重要的机制 就是说它跟血液接触的 最重要的这个内皮细胞这一层呢 它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抗凝血的功能 否则这个血液一天到晚跟血管接触 它如果随时一下子就凝血呢 就很糟糕了 但是呢 其实除了这一层这个 Cell之外 这个所谓intima layer之外呢 其实血管的构造是很容易让sambosis发生的 血液跟这些endocidium 更坏成的这些组织一接触的时候呢 它常常就形成血栓 那当然我们的解释就是说 这是人的进化嘛 不是人啊 是动物的进化 当你 如果血管受伤了 你不能赶快形成血块 那当然它就血流不止 所以一旦跟这个 一旦血管破掉了 血液跟这个endocidium之外的这个组织接触的时候 它可能就赶快凝血 所以呢 当正常的时候 不是正常的时候 当这个 比如说在医疗的时候呢 某些时间呢 你放了很多导管啊 这可能伤到这个血管的这个intima 那当然这个血液跟这些东西接触了 它有可能 就产生这个血栓的情况 所以比如说我们放这个pacemaker从静脉进去 这个一个fine body在 而且这个可能对血管的损伤 那它就容易发生 那另外有一些呢 一个重要因素呢 就是所谓hetercoagulation 我们身体的这个粘血机制 或者包括有一套抗粘血的系统 其实一个非常复杂的 extrinsic pathway intrinsic pathway 那么这个有很多的这个anticoagulants 这个antithrombin3 proteinC proteinS 这个血液科 如果还记得的话 但是它是达成一定的平衡 但是在某些情况 比如说 大家听过这个sepsis的时候发生DIC 或者是cancer的病人 他的secrim 一些东西 让他的这个 凝血的状态是改变的 容易凝血的情况 那一夜会 可能在这些血流慢的这个静脉系统 就容易发生strombosis 那进行表征 当然 它的 可以想象 就是说这个血 静脉血要从最远端一路回来 那么如果这个上面 这里塞住了 那血从这个微血管 这些系统回不来的时候 那这个血就积在这些周边的组织 所以就会出现了 肿脏啊 疼痛啊 这个情况 那么 这个所以临床 你如果去做physical examination 你就看到说 哎 脚肿了 那当然过去 曾经有讲过 有这些理学检查处跟你讲到 有一个所谓homens sign 就是让病人的脚 脚长 然后这样 这个做这个动作 会觉得这个cuff 这个地方特别疼痛 就是要怀疑 不过其实 因为这个大家已经完全不这样 这样子做这样的检查 因为这个sensitivity 这个specificity实在是太差了 那从这个临床的症状上 如果去做诊断 其实有study 发现有趣的是 错误的机会很高 很容易 就算有经验医师去看说 这个到底脚如果有肿 有痛 那是不是Defense Rambosis 常常 猜错的机会是高的 所以如果有怀疑的时候 比较简单的就是做 这个做检查 那我们可以做的 包括了这个duplex scan 超音波 duplex scan 包括这个静脉摄影 这些检查 不过其实临床 基本上大概常用的 就是这个duplex scan 那其他的这些 这个静脉摄影 这些其实是有点 不切实际的 sorry 不能讲不切实际的 就是说 它是invasive 要打针 而且要打显影剂 那要操作的人 做得够精确 所以基本上 在常根医院 我想可能已经 搞不好十年 没有看过这个检查 那 所以我们比较容易做的 就是做超音波 那超音波做什么呢 如果你这个 超音波有机会 大家到 这里没有影响 到超音波上去看 静脉 它的压力很低 所以其实 你只要 什么东西放上去 很低的压力 它就完全collapse掉 那动脉是不同的 动脉 你如果 好 就像刚刚那位同学讲 那血压 如果是八九十 你要把八九十 的这个压力抵消掉 你也要相当出力 那静脉 刚刚讲的压力低 所以 如果我们用超音波 用那个 放上去 一放上去 它大概就压扁了 你要刻意悬着 才不会压扁它 但是 如果你现在有血块 它这个物质不灭 除非你把它压硬压 让它挤到哪里去 这个基本上 大概不容易做到 那所以呢 你压这个血管就压不扁 看起来就是 这个 这个 血管的管腔 怎么压它都没有扁掉 这个是最容易来区分 所以其实不是太困难去诊断 那当然我们可能可以看 超音波看到说 这个 血流的形态改变 什么样的血流形态 我们这个静脉回流呢 事实上 要回到右心 要经过腹腔 那这个腹腔 在吸气吐气的时候呢 这个压力其实就是会改变 所以我们其实 如果去测下肢的这个 静脉血流的速度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的时候 随着呼吸这个流速是会有 增快变慢的这样的反应 可是呢 如果你这个地方 静脉血管阻塞了 这个血要回来的 这一路上呢 这个没有办法直接 这个压力是跟这个腹腔是连同的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你就会 看不到这个呼吸形态 对于这个血流造成的这个影响 那这个诊断力其实是 用这个Deplex scan 配合影像 配合这个Dopper 去侦测流速 它的这个诊断率其实是高的 95到90% 不过呢 如果是在Belogin 我这个膝盖以下的这些血管呢 因为这个血管相对比较小啦 种种条件 精确度没有办法这么高 所以它的诊断率大概在80%左右 那这个刚刚讲的这些 其他的这个检查方式 这个现在是很少用 那治疗呢 当然这就是 要用抗凝血剂治疗啦 那开始的时候呢 因为要赶快达到效果 我们一般现在 临床最常用的这些 口服的这个 抗凝血剂呢 Cumidin 这个要达到效果出来 其实要几天的时间 所以一旦血散形成 我们希望赶快治疗 所以我们希望呢 先用这个IV的Heparin呢 开始达到效果 然后Overlaping几天之后呢 再加上这个所谓Cumidin 那如果病人是完全没有symptom 那而且呢这个 如果检查看起来这个 血块 Sambosus是在limit 在膝盖以下的这个部分呢 可以 从因为有些study看起来呢 是可以不一定 用抗凝血剂治疗 意思是说 如果就血散 limit在那个地方 好像长时间追踪 看起来 是没有什么太大影响 如果病人没有症状的话 那所以呢 可以小心monitor 用超音波monitor 如果说因为这个病人两个礼拜 真的都看起来 这血栓都limit在那个地方 那我们可能可以 就是不用吃抗凝血剂 毕竟抗凝血剂呢 有很多的这个 机会遇到Breathing的效果 不过事实上临床呢 很少这样做 我们基本上 真的看到问题的时候 都还是比较积极地去治疗这些病人 那么 当然 抗凝血剂其实是 作用并没有办法 让原来的血块溶解的 我们这个 抗凝血 基本上是让新的血栓不再形成 当然身体里面 抗凝血的这个基转 抱歉 这些 Srambolisis的基转 可能有机会让一部分的血栓溶解 那 你可以想象 那我们 何不更积极一点 就给一些这个血栓溶解的药物 那事实上目前并不这样子建议 因为这些血栓溶解药物产生这个 出血 甚至于是 颅内出血的机会都是大的 以这个风险跟可能相对得到的好处来看 目前并没有什么建议是这样用的 那当然可以让病人穿弹性袜 这个刚刚谈的 这个下肢容易 因为重力的关系 容易积在箱 喂 喂 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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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学生上课 我突然 上课 我两个 我两个看好了 sorry sorry 所以可以 虽然弹性化 这个 用压力增强 这个压力让血 比较不会 因为重力的关系 沉积在这个 下肢 所以这是 对于症状治疗上是有用 那这个 Divine trombosis呢 它 除了这个 下肢容易有这个血栓 有症状之外呢 其实另外一个重点就是说 它其实是有机会会发生 我在上课 抱歉 抱歉 如果是这个血栓 就是肌在 就是在下肢 没有什么 这个 这个 其他影响 可能这个毛病还 影响 就 不这么大 我事实上 下次 静脉栓栓 有一个比较 大家害怕 而且遇到的 这个急性的 这个病化症 就是会 发生 pound embrious 这个下次的 这个 静脉回流 是经过下降静脉 我们刚刚谈的 回到右心 再从这个 肺动脉 移入到 肺维血管 肺经脉 回到左心 如果这个 血块 随着这血流 一路回来 回到肺动脉 如果这血块很大 就有可能造成肺动脉的 这个酸塞 这个东西 当然如果是 这个酸塞的 这个范围不是很大 那病人可能是会有 传的症状 但是如果是更大的话 甚至于是会让这个 右心出来的这个血流 完全是打不出 就算不是完全打不出去 很可能这个血流 会小到 比如说剩下三分之一 那这个临床 就会出现这个 休克 这些状况 所以 在这个 静脉传塞的病人 我们治疗的 积极治疗的一个目击之一 也就是 要减少这个发生的机会 那 临床如果有这个 深部静脉传塞的病人 如果有传 或者甚至于是 我们应该主动去问病人 有没有这些传的症状 如果有要去screen 看看有没有 parambrism的状况 那另外一个慢性 遇到的这个 complication 就是说会 venous insufficiency 就是说这个 静脉 回流呢 事实上因为是逆着 这个低性引力 所以其实是要有 它在我们的这个 周边静脉 其实是有一个半膜 刚血上来 往心脏方向来了之后 这个半膜关了 它不会说 又腻了回去 但是在这个 深部静脉传塞之后的病人 这半膜可能受伤害 所以他们常常会发生 venous insufficiency 所以有些病人 长时间脚都会肿 那另外一个 在这个 这个周边动脉 这个 Aortic disease 一个重点就是 Aortic dissection 这些基本上造成的 就是在 Aorta 有些是 常见的两个位置 一个就是在 这个Ascending Aorta Aortic valve 上来一点点几公分的地方 发生 这个撕裂的情况 或者另外一个 常常发生的位置 就是在我们的 这个Aortic arch 在这个Left Subcarbium Altrie 出来之后的 这个附近 发生 这个剥裂的情况 那 那 sorry 好 这个基本上的 就是 现在概念上 当然 这个可能 我们常常看到 就是说 这些病人 他的这个media 血管 有这个 Inzima media adventitia 那在media的部分 病理上看到 所谓 Cystic media necrosis 一些Degenerations的情况 那可能在 那个地方 那么 小血管 所谓 Lasabra Solum Ruptured 出血 可能造成 那个血管 在某一个地方 有这个 这个血 血肿 Hematoma 那当然 它如果expansion 它也可能再破出来 这个 破到 这个Altrie 外面去 那 这就是Aortic dissection 那造成Aortic dissection 的病理原因 当然就刚刚谈 这个media degeneration 我们病理上 常常看到 就是叫做 Cystic media necrosis 的这个病理变化 那容易发生 这样毛病的 这个病人 临床大概 常见的几个情况 最常见 当然有很多病人 他并没有其他毛病 那就有高血压 有四分之三 有Altrie dissection 的病人 是有这个高血压 那另外呢 Botten syndrome 最近不是有 那个什么 林肯 林肯定就是 这个Muffin syndrome 或者是这个 这个Altrie 这些毛病 这些都是一些 Soft tissue Elastic Congenital 这个 这个 异常的 这些毛病 那可能让这个 Altrie的 这个组织 特别的脆弱 那他们容易发生 这个Altrie dissection 那另外呢 在 怀孕的 这个 Serv trimester 也是比较容易 发生的情况 那当然 Traumat 这个就不用说了 这个Altrie dissection 我们常常做一些分类 那这个分类上最重要最重要的概念就是说 这个 Dissection呢 是有没有 involved ascending elder 那如果没有involved ascending elder 那么治疗的模式跟involved ascending elder 治疗的模式两个就是差很多 那有不同的分类 有Stanford 或者debucky 这个或者descriptive的这个模式 不过 不管是哪一个 我像这个typeA 这个 就是说 嗯 只要这个typeA就是有involved ascending elder 不管它有没有在往下列 列到descending elder 反正只要有ascending involved 就是typeA 你typeB呢 就是没有involved ascending elder 那debucky啦 这些概念 基本上分类上不太一样 概念上都一样 那分 或者是我们直接用descriptive 是在proximal type digital type 那proximal呢 就是 刚刚讲的这个 这个Stanford的这个typeA 就是involved of ascending elder 那为什么特别强调involved到 sorry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图 只要involved到这里 不管下面有没有列 像这里 上面列了 下面不列 这是ascending 那这是arch 这是arch 那只要involved到这里 就是这个proximal type 或是typeA 那如果spare这个地方 那只有这个subclaiming一下 这个发生的 那这些是typeB sorry 我讲 我用字不精准 就是说 只要这个ascending不involved 就是typeB 那 这些病人呢 常常来的时候 就是疼痛 撕裂痛 好像 很多病人 就是会痛得很受不了 好像刀割啊 一下子会扯裂的这个感觉 而且 有一个特点 就是说它 一发生痛的时候 就非常的痛 不会说 好像一点痛一点点痛 慢慢慢慢发生 当然这个大家想象就是说 这好像是 一旦忽然间失裂 那个疼痛就非常剧裂 不会说是 好像一点一点一点 慢慢来的这个情况 那痛的位置呢 就是裂在哪里 痛在哪里 如果是 美丹妮 roz导在比较靠近前胸 你可能在这个位置痛得厉害 那么如果绕过去 或者是已经走到 这个 Descending在腹腔的这边 可能痛就在肚子的部位 那么 怎么诊断 当然我们 可以 这些病人 例型 反正常常要照X光 这可能可以看到一些蛛丝马迹 不过这绝对不是拿来做诊断 那可以用CT 用MR直接去看到这个血管的影像 这CTA的诊断率是相当高的 这个95到100% 那也可以用超音波来看 那怎么看呢 可以看到这病人正常的X光大概是这样 那现在呢 在这个地方 比起这一段的鼓出来比较大 那当然如果没有这一张 你说这一张是不是有问题 其实就很难讲 但是如果病人有痛 那么有两张X光 那你大概就要强烈做这样的华语 那么 比较容易做就是做CT 其实速度也快 当然要用咸仪器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正常的血管应该是这样一圈 那现在变成好像隔了两个腔 这里一边 这边一个 那其实这一个就是血管 剥裂裂开 变成这里一层 这里一层 那如果我们从这个纵轴的方向来看呢 可以看得到呢 这边就是所谓FORCE LUMEN 靠我这边就是所谓这个True LUMEN 那超音波同样的概念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如果从10到超音波放进去 这个位置其实是可以比较接近这个LTA 可以看到说 两个LUMEN 正常当然是只有一个LUMEN 甚至于是从这个我们可以看得到的这个 从FORCE LUMEN 这个烈的地方有这个JET 血流 这个噴出来 从这个True到FORCE 好 那么 怎么治疗 这个当然我们要让 刚刚讲的病人会很痛 要Relief Pain Relief Pain当然是人道是重点 不过更重要的是 如果你没有Relief Pain的话 病人的这个SIMSAT痛很高 大概血压会很高 心跳会很快 那这些呢 是容易让这个玻璃继续恶化的 所以我们甚至用比较强的这个NARCOTIC 种种要就是要尽量Relief病人的Pain 那么用药物来控制血压 希望SYSTOIC Pressure在100到120 那么这个MIM Blood Pressure在60到70 那同时我们希望这个心跳是这个慢的 可以在60到80 心跳会快的时候呢 我们学有这个所谓Sheal Stress 在血管B上造成的碱力就越强 那这个烈的这个机会就越大 所以我们希望呢 这个用这个IV的药物 很快的让血压尽量可以控制到 理想的这个程度 当然如果孔伏的药物真的反应很好 那当然也没有问题 如果血压一直都高 可能要用IV的药物 让速度 血压控制的速度更快 那么同时呢 加上Beta Block 那很多的这个血压药物都会有 所谓Reflect Ticardia 反射性能让血压升高 但保险让心跳加快 所以呢我们希望同时加上这些可以让心跳减慢的药物 所以同时控制血压跟这个心跳 那刚刚讲的 这个所谓Prosmal Type Distal Type或 Type A Type B 很重要就是说 如果是Type A 或者Prosmal Type 这些病人呢 应该尽早开刀 那如果是Distal Type或Type B呢 基本上呢 只有在某一些有Complication的情况之下 我们要考虑开刀 那什么样的Complication 就是看起来是快要破掉 快要破掉 你不开这个B15 你可能压力很大 一旦裂开了 这个可能你脂血怎么止都来不及 那么或者这个 这个看起来虽然一开始是在 这个这个Distal Type 但是它呢 可能看起来有往上 往Prosmal裂的情况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 裂的时候呢 血管一路往下拨 好像在拨皮一下 拨到某一些 这个LTA出来的Branch 要供应肠位到啦 或供应下肢的这个血管 那它也血流受到影响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呢 这个 虽然它是Tab B 也还是需要应该考虑开刀 那另外 Martin Syndrome 是认为应该是比较考虑开刀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我们知道说 Prosmal Dissection 从这个过去临床的 这个统计经验之道说 如果没有去开刀的话呢 大概在24小时就有一半人死亡 一个礼拜 抱歉 24小时大概有四分之一 大概一个礼拜就死了一半了 一个月大概 百分之七十五 一年 百分之九十都死亡 所以呢 虽然这样的刀是很大的刀 也有一定的风险 甚至也有机会遇到complication 可是不开的 相对的风险更高 所以应该是积极地要开刀治疗 好 我想 这个 后面这个Infective Analyst 这些大概不是这么重要 好 我们就上课到这里 大家 大家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As usual 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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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